阿们 圣主我要在列邦中呈现你 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 阿里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圣父早安 基督徒团体 跟随耶稣基督的 第一个团体成为基督徒 就是在安提约基 在安提约基 有纳伯跟 保禄在那里工作 那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团体 派遣第一批传教士 就派遣纳伯和 保禄去传教 那他们派遣这两位去传教的 是因为圣神推动他们 圣神要求他们派遣这两位 所以他们也带了 肉王马骨做助手 开始他们的保禄的 第一次传教的旅程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我们也要学习 把这好消息跟别人分享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祈祷预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祢是信徒们的生命 谦逊人的荣耀 义人们的幸福 求祢人之地福听我们的祈祷 赐予祢所预许的红恩 满全我们的渴望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及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徒 中徒大事录 天主的道逐渐发扬光大 纳伯和少路完成了任务 就带着别号马骨的若望 从耶路撒冷回去了 那时安提约基教会中 有一些先知和教师 其中有纳伯和别号尼格尔的西满 基勒乃人的路基约 与分封侯 黑洛德 彭汝的玛纳恒 还有少路 他们敬礼主和敬食的时候 圣神对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出纳伯和少路来 去做我叫他们做的工作 他们便敬食祈祷 给他们复首 派他们走了 二人既然被圣神派遣 就下到摄楼基亚 又从那里乘船往塞浦路斯 他们来到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 宣讲天主的圣道 还有若望当助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天主怜悯我们 降福我们 愿祂的荣光照耀我们 让世人认识祂的道路 使万民得知祂的救赎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万民都踊跃欢心 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 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天主给我们赐福 愿四级八方敬畏天主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必有生命的光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 愿万民都赞美你 主 愿万民都赞美你 那时 耶稣大声说 谁信我 不只是信我 而是信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谁看见我 也就是看见派遣我来的那位 我是光 来到世界上 使信我的人 不住在黑暗中 无论谁 若听我的话而不群情 我不宣伤他 因为我来不是为宣伤世界 而是为拯救世界 谁拘绝我 又不接受我的话 自有宣伤他的 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话 要在末日宣伤他 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说话 而是那派遣我来的父 命令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所讲的 正是依照父 对我所说的而讲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御满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在跟别人谈话 分享聊天的时候 如果他总是讲的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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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说他是怎么样的 他是自我为中心 他讲的都是我 都是他自己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听到了耶稣也是讲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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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一下 好像是超过十次 他讲我 那耶稣是自我为中心吗 我们通常说 如果人自我为中心 他是自私的 那耶稣是自私的吗 不是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提到他的时候 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上 他跟天主的关系 他才提到我 那意思说 天主是在上面 他是在下面 他是被派遣的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证明了被人 所派遣他的父 他所做的是为了让派遣他的父的光荣 所以他不是自我中心 自我为中心 但是天主为中心 是天主为中心 他所做的 他所说的是为了证明天主 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 耶稣他也讲了 他来自父 他是光 因为他来自父 所以他就是光 那他光 他是光 那这个光不是太阳 也不是月亮 也不是星星来的光 但是这个光是来自天主 是天主的光 那他说人如果接受这个光 就是接受他 接受他所说的一切 接受他所行的一切 就是生活在光明中 那我们所谓的生活在光明 就是救恩 那人如果不接受光 还要继续生活在黑暗中 这个就是一个审判 黑暗就是地狱 所以如果他没有出来接受光 他就是已经决定了 他就是在黑暗中 他自我审判 自我审判 要生活在这个黑暗里 所以耶稣就讲了 我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为了审判 我来到世界 为了带救恩给世人 但是条件很清楚 就是要相信要接纳他 如果拒绝 我们就被审判了 耶稣不是为了要审判 耶稣为了要救人 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就是决定了 我们将来是怎样的 生活在光明中 或许在黑暗中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练习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利的散播 主 愿你与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止 结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承议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安秘秀 请各级政府万人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业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恩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信主于我们 及一切信用而信用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祝你使一切信仰福 走向同一国 并使三位弄作福音的皇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担救我们天宇宙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神光静入世界 我们为光作真 让世远都得见 耶稣基督真身 我们万心到主前 大福音的交换 在爱中奉献